要有多绝望 才会让一个女人产生偷别人家孩子的想法 她本来只是想和孩子见一面就离开 但正在大哭的孩子在看到她时 突然停止了哭吗 就这么安安静静地也盯着她 她有些失神 然后朝孩子喊了一个名字 她喊了一句小薰 那是她女儿的名字 让她没想到的是 孩子在听到后居然对她笑了起来 她慢慢将孩子抱了起来 又喊了一遍小薰 孩子还是会对她笑 似乎很早之前就和她认识 也就是在这一刻 她从心底里认定眼前的婴儿 就是她那因打胎而流产的孩子 趁着孩子的父母还没回家 她把孩子从房子里抱了出来 她藏在公共厕所 自己用剪刀剪去了长发 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 她带着孩子坐上了开往远方的火车 旅馆里孩子大声地哭着 她给孩子喂奶粉 但孩子根本不肯吃 她没有母乳喂给孩子 只能和孩子一起无助地哭泣 她没有生过孩子 因为她的孩子在钢槐上不久时就被她打掉了 在半年前 吸盒子怀伤了男友的孩子 但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男友时 男友却让她把孩子打掉 男友已经有妻子 嘴里说着现在还没准备好 男友对她承诺 说等她和妻子离婚后就和吸盒子结婚 并且重新生一个孩子 听着男友的甜言蜜语和承诺 吸盒子答应了 但吸盒子不知道 其实男友的妻子也怀了孕 她在打完胎后 因为子宫内膜受损再也不能怀孕 她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而男友的妻子也在之后找上门 以胜利者的姿态 让她触摸肚子里的孩子 也就是在那件事后 她在一张传单上看到有一家专门收留妇女的福利院 反正她没有地方可以去 她决定先去那里 她来到福利院 这是一个被高墙包围的大院子 福利院里全部都是女人 她们有的是被丈夫抛弃 有的是因为遭受家暴而离家出走 所有人在里面劳作 在里面过着平静的生活 院长是一个看起来神神叨叨的妇女 她告诉吸盒子 想要在这里留下来 必须上交自己所有的钱财和随身物品 得知自己能带着孩子在这里生活后 吸盒子答应了 之后的日子里 吸盒子在福利院和其他女人一起劳作一起生活 她给孩子取名为小薰 那原本是她女儿的名字 也是曾经男友和她一起商量给女儿取的名字 她把小薰当女儿对待 也告诉别人她就是小薰的妈妈 两年后 小薰慢慢长大了 也有了一个叫千草的小玩伴 但是在这天 福利院被外界控诉是邪教组织 抗议者会爬上围墙闯进来 为了平息这场动乱 院长决定让记者进来采访 也让外面的人进来观光 这个决定让吸盒子很害怕 他害怕小薰暴露在外界面前 在记者进来前 吸盒子带着小薰准备悄悄逃出福利院 小薰不愿意走 一遍一遍地说他还要和千草一起玩 但吸盒子告诉小薰 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离开前 千草目睹了吸盒子带着小薰越过福利院的铁丝网 似乎是知道小薰要离开了 千草的眼里勤满了泪水 吸盒子知道小薰的不舍 但他只能带着小薰走 从来没有走出围墙的小薰很害怕 小薰害怕旁边的森林 害怕四周漆黑的一切 吸盒子告诉小薰 天上有很多星星 只要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 就不用感到害怕 他背着小薰慢慢走着 嘴里为小薰哼着歌 是一首叫小星星的童谣 吸盒子带着小薰来到了小豆岛 这是一个很偏远的小岛 他带着小薰登上山顶 让小薰第一次看到了大海 他想着躲在这里 或许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这里没有围起高墙 他可以让小薰接触真正的现实世界 让小薰见识各类各样的景色和事物 吸盒子开始在一家拉面店打工 平时小薰会在家里看动画片 也在这里认识了其他孩子 虽然每天都害怕警察找上门 但吸盒子还是和小薰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他和小薰以母女的身份相处 他很享受这样的温馨 即使这种温馨是他从小薰的亲生妈妈那里偷来的 他有时会向小薰解释这个世界 他会告诉小薰男女的差别 也会告诉小薰将来长大后是会嫁人的 然而小薰却说 他长大后想嫁给妈妈 妈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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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在哪里 妈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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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慢慢过去 转眼间已是两年后 小薰慢慢长大了 但因为没有户籍 小薰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去上学 这里的小孩在入学前 都会去照相馆拍一张入学照 看到小薰满眼的憧憬 吸盒子忽然有了很多内疚 为了填补小薰不能去上学的遗憾 他在家里布置了黑板 自己当老师教小薰认识各种动物 这天是小豆岛上一年一度的火把节 吸盒子也带着小薰参加了 就像其他正常母女那样 他和小薰手握着火把走过环天小路 岛上的居民排成了一条长龙 小薰跟着其他小孩一起哼唱着 夜幕慢慢降临 他们看到火把顶缀了整个岛屿 火光闪烁在田野间 那些火光虽然微弱 但看起来是那么温暖 也就是在这一刻 吸盒子心里祈祷着 他想和小薰在这里永远地生活下去 但火把节之后没多久 吸盒子发现自己和小薰被派了下来 那张照片被蹬在了报纸上 而且还得了最佳摄影奖 他感觉天再次塌了下来 他知道无论自己有多喜欢这里 他都要离开了 他问小薰愿不愿意离开这里 但小薰却不肯走 小薰喜欢这里 他不愿意去任何地方 但最终吸盒子还是要带着小薰离开 离开前 他带着小薰去了一家照相馆 因为他想了起来 他好像从来没有和小薰拍过合照 合影时 他一边哭着一边紧握着双手 似乎想把自己的爱放到小薰的手心里 拍完照后 他带着小薰准备连夜离开小岛 但是在马路上 他看到有一群警察在等他 他让小薰自己试试走到马路对面 嘴里说着他会在后面跟着 小薰往前走了几步 看到吸盒子没有跟上来 于是就停在了路中间回头看着吸盒子 想让吸盒子跟上来 吸盒子笑着鼓励小薰 鼓励他继续往前走 看到小薰很听话地继续往前走去 直到小薰走到马路对面 吸盒子终于没忍住哭了出来 一个女警察抱起了小薰 说要带小薰回家 吸盒子因为非法诱拐婴儿 被警察逮捕 妈妈妈 带你去哪里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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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妈妈妈都快跟 妈妈妈妈妈妈 之后 吸盒子被判有罪入于六年 但是在法庭上 吸盒子并没有悔 他反而感谢男友夫妇 感谢着让他以母亲的身份 生活了四年 即使这四年是偷来的 死了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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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薰被送到了亲生父母的家里 他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名字是亲生母亲给他取的 他从此之后名叫小菜 但被送回家后 小菜会经常离家出走去找吸盒子 他会冒着大雪跑出去 走过曾经吸盒子走过的街道 但每次他都会被找到 面对母亲的指责 他会向做错事的孩子低下头 晚上妈妈会给他讲睡前童话故事 他会让妈妈唱小星星给他听 听着妈妈的歌声 他发现这首歌并不是当初 吸盒子唱的那首 妈妈尝试了很多个版本的小星星 但都不是小薰熟悉的那首 终于妈妈崩溃了 妈妈一边哭一边问为什么 她不明白自己亲生的小菜 为什么和自己不亲近 不明白小菜 即使和自己生活在一个家里 为什么彼此的心无法靠近半分 小菜此时也不能明白 妈妈为什么会伤心 只能一遍遍地重复着对不起 岁月缓缓流逝 小菜在这个残破的家里长大了 她和父母并不亲近 在读大学时就从家里搬了出去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打零工养活自己 她也从老报纸上知道自己被拐的经历 但此时的她早已不记得四岁之前的事情 小菜记恨着把自己拐走的吸盒子 认定她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她也恨出轨的父亲 因为父亲的不负责 才会让她的家庭支离破碎 所以当父亲来给她送钱时 她会冷漠地嘲讽 父亲不用装作一副关心人的样子 但命运有时候很奇怪 小菜也似乎走上了吸盒子的老 她爱上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也是一个有福之福 和吸盒子一样 她也怀上了男友的孩子 她试探心地问男友 能不能把孩子生下来 而男友的回答 和她父亲当年对吸盒子说的话一模一样 小菜不愿意走戏盒子的老路 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独自抚养 她回家找父母借钱 并且把怀孕的事情说了出来 她对父亲平静地说着 孩子的爸爸和当初的父亲一样 所以不能给我一个家 妈妈让她去打掉孩子 但小菜不愿意 她不愿意变成吸盒子 也不愿意像吸盒子那样 去偷别人家的孩子 她的话唤醒了母亲痛苦的回忆 已经消失多年的吸盒子 仿佛是一个幽灵 成为了他们一家永远解不开的心结 妈妈积攒多年的痛楚 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 她明明可以当一个好妈妈 她明明可以陪着小菜快乐地长大 但却被一个陌生女人夺走了一切 母亲的歇斯底里和哭泣 让小菜逐渐感到内疚 她也终于明白 她的母亲根本没有什么错 反而要因为别人的错痛苦地活着 在这天晚上 一个女人来找小萱 这个女人是千草 是当年小菜在福利院最好的朋友 小菜早已不记得千草 那段友情早已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消散 千草是一个自由撞导人 她在福利院一直待到了12岁 因为从小就没有接触男生 千草出去后失去了正常的社交能力 也从来没交过男朋友 和别人说话时 千草会习惯性地缩着脖子 千草想把小菜和自己的经历写成书 她想借助文字让小菜和自己从过去走出来 因为他们都是破碎的人 但千草一个人走不出来 所以想让小菜陪着她一起 或许是因为母亲那一次的歇斯底里 或许是因为自己即将当妈妈 小菜决定和千草去寻找过去的记忆 他们来到福利院 但这里已经荒废了很多年 因为被判定一丝是邪教组织 院长和女人都被驱散了出去 曾经生活了两年的场景 在现在自己面前 沉寂了很多年的记忆 在她脑海里慢慢风险 她和千草一起去小豆岛 在登岛时千草讲了一个第八日的馋的故事 据说馋在破茧后只能存活七天 但会有很少数的馋能活到第八天 那么这只第八日的馋 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呢 她幸运的能活得比其他同伴要久 但不幸的是她要孤独地活下去 千草说第八日的馋是幸运的 因为她能看到其他馋看不到的事物 但对于这个问题 小菜不知道答案 她和千草都是存活到第八日的馋 千草找到了答案 但是她还没有 为了找到答案 小菜一步步走上了小豆岛 她走过曾和西盒子一起参加火把节的田间 她记起她在这里曾和其他孩子一起哼的歌 她走过曾经老旧的梁亭 她记起她曾经在这里说过长大后要嫁给西盒子 她走过夕阳下的街道 她记起她曾经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她走过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 她记起她曾经在这里和西盒子分点 所有的所有 她全部都记起来了 那是埋葬了很多年的童年记忆 终于她也记起了一个地方 那是曾经西盒子带她来合影的照相馆 她想要看看当年拍的照片 那张照片老板一直保存着 但是在几年前就被西盒子拿走了 老板告诉她 当年那个女人来拿照片时 只是盯着照片发了很久的贷 没有说任何其他的话 老板还留着底片 等底片充好后 小菜终于看到了她当年拍的照片 那时候她不叫小菜 她叫小训 那时候她和西盒子都留着短发 那时候她正因为要离开小岛而闷闷不乐着 那时候西盒子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哭 那时候他们两一位在一起 看完照片后 小菜突然跑出了照相馆 她一直在跑着 似乎想摆脱不堪的过去 又似乎是想追寻未来的一点点威光 她此事也终于明白 她恨其他人没有任何意义 她是西盒子的小薰 也是母亲的小菜 当年的那些人 以及那些人所造就的错事 没有任何理由让她痛苦地活下去 有关于第八日的禅的故事 她找到了答案 活到第八日的禅症是因为没有死亡 才会有重生的机会 她在不久后会成为妈妈 也准备好了要当一个好妈妈 过往的一切所造成的伤口 需要她自己慢慢自愈 需要她将来在和孩子的相互陪伴中慢慢愈合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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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